中醫診所護士 麻黃割筋桂枝防風白紙 你說甚麼?我聽不懂 中藥材,但其實我看完名字 不知道是甚麼 人家說西醫寫的病歷表 是沒有人看得明白的 據我說中醫的藥材名字更麻煩 即使看得明白的字 你也不知道它是甚麼 我們要問問以下幾位嘉賓 他們是中醫診所護士 不知道他們是否明白 歡迎今天三位嘉賓 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做了多久,你的職業 大家好,我叫凱婷 我在連鎖式的中醫診所做了 大約一年的姑娘 好的 我叫廢青,我做了三年 分別在兩間診所做過 你好,我叫陳皮 年之兩年做過五間不同的中醫診所 三位都是中醫診所的護士 俗稱都是姑娘 其實負責的職責是甚麼 有多少要你們做的 煲藥、敷藥、把脈、鎖頸 應該沒那麼多東西 姑娘的職責是要看整間店 除了醫師要做的事 即是哪些,體診、開藥、做治療之類 診所及其他大小異事 全部都是你做的 即是公司公司 即是整間公司… 也可以稱為打閘 對… 甚麼都一腳踢 登記處也是我們 收銀、醫師的助手 執藥 執藥 做清潔,還有打閘 例如去看中醫時 中醫跟你做針灸 或針藥時都是姑娘做的 或是艾夫 招艾 艾舊 對,艾舊 有否補充其他兩位 跟凱婷差不多 因為真的一腳踢,姑娘只有一個 有時真的會做到發燒 而且又不能收錯錢 登記處又預料要被罵 總之你做的職位中 不可以錯的事,你也不可以錯 其實是否姑娘也會有階段性 例如你初進來,你先收拾 其他事你也要學習 但做到某個資歷 例如你已經做了三年 你就可以拔針 而且那些事你也會學習 看看你的診所會否有針灸的服務 如果有的話 可能一開始你先做前台 可能你做到一個月、兩個月 讓你收拾藥或做其他事 我知道中醫館在醫院或診所 有很大分別 你們有甚麼資歷才能入行 很看老闆會聘請甚麼人 有些人一定要你有經驗 或可能要你有證書 但又有些人願意請白紙 好 醫院通常要求會較多 你自己的經歷呢 已經讀了副學士 是 也是關於中醫的嗎 是中醫副學士 是 其他人呢 當然有證書會比較好 你的案子呢 我有讀證書 是甚麼證書 是一個中醫基礎的證書 好,開庭開庭呢 有些是八點入行的 對,甚麼都不懂 但你有甚麼學歷 我本身是副學士畢業 讀旅遊管理 完全不適合… 當初為何會聘請你 不夠人 通常中醫診所都會看到 一搜尋,全部都會聘請人 可能是… 我看見是很多的 對 對,我也是碰碰運氣 誰知道別人轉過頭 就打來叫我去討論 即是流動率很高 對,沒錯… 你的工作是否很悶 於是悶 不如說因為不夠人手 自然你的工作率很大 因為只有你一人工作 或是一、兩個人工作 公司收入很一般 自然福利等各方面 就會很度縮 對於你又不一般 我聽說你們三人 都被人曾經壓榨過 當作為四人 究竟實際情況如何 細節地說說 而且在行內 是否很普遍都是這樣 我這些新人 一定是薪金低 對,假期又少 在面試時,他說得很好聽 怎樣好聽… 他說我們很支持員工 懂得到地休息 人手又長期不夠 因為我去那間是賢索式的中醫診所 分店越開越多 一間診所只有兩個姑娘 有時另一個姑娘 可能說不舒服、有事 請假 只剩下自己一個 要踩一整間牧場,踩一整天 甚至隔離分店不夠人 我們要調過去 我自己也是 你三十多間,我走過五、六間 對,而且有時是跨區 上五花間、下五花間 但入職時,他有告訴你這個情況嗎 他不會告訴你,只是告訴你 你幫忙頂一間 先頂著,怎料一回半個月 對 又說你們有甚麼意見和問題 你儘管說吧,我們會聽 當你真的說出問題 他要不聽完就當沒事 要不拖就拖 再不然就解僱了你 因為不順眼 覺得你有這麼多意見 頂心慘 對 其他人呢 我試過要幫醫生做自己的私人事 交收、交錢、寄信 我甚至叫我幫他的工人拿簽證 其實我覺得直接好像在做奴隸 因為他跟我說 你做前台的就等於幫我做私人助理 然後他每天的行程 無論是診所裡的預約 即使他自己的私人要去哪裡開會 每天都要請幾次去聽 幾次? 幾次 即是我們姑娘10時回到診所 打電話給他,替他報了一天 有甚麼預約 然後到他回來了,又要說一次 然後可能下午或何時 他又要問你 我待會怎樣… 他失去後就會罵你 對,他不會記事 最有趣的是要提他去廁所 對,不提他就說 你又不讓別人安排 他真的完全是聘請秘書回來 對,他說得明白 秘書就不用提你去廁所吧 他說得明白 有一次我幫他洗杯 用水喉水洗,很正常的 他說為何用水喉水洗 你想毒死我 他說水喉水是有毒 只是個別法神經老闆 對 而且在討論的時候 他說是基本的診所清潔 誰知道在討論的時候 他說要洗隔層網和洗廁所 要省下請清潔費 拿到震動 對… 陳皮呢 試過有個醫師在房間剪頭髮 剪完頭髮… 自己剪自己嗎 對,他自己剪頭髮 但他不會清潔 因為東西在地上,他也看不到 然後他又買了衣服 回來後不喜歡豬片 就剪到一地都是 我們下班時看見他整間房間都是豬片 是 這就是我們掃的 聽起來很骯髒 對 整件事 有遇過很好的中醫 或者是不好的中醫 他們的對比是怎樣 我當時進行 其實中醫師都人品不錯 他們會教你東西 你問甚麼,他不會嫌你煩 最多是糾正你 不過有時也會有些意外 有些醫療意外 起漏針 對,燒鞋…要啃著火 是 熱的,便會燙到病人 因為掉下來 對,插在針針裡掉下來 另外還有…可能太忙 又忘記了病人躺在床上 她說,姑娘按鐘 她說,姑娘,我等了一小時 我能起身來 我們就說,其實你可以走了 你很可憐 我睡了 有時看了針,我也很害怕這些 起漏針,腳看著它刺一枝 其實很害怕 但有時背部,你真的看不見 對,真的看不見 你被人刺著針已經很害怕 對 如果真的漏了一枝 那怎麼辦 就是 我當時試過有個醫師 他只是來整間房間 有個爸爸看著他,頭髮很短 銀白色,因為老人家紋 出來付錢的時候 我看見爸爸頭髮閃閃閃閃 糟了 我便說,爸爸,不如你先回來 然後叫醫師進去幫他起針 其實起漏針很危險 危險不是說他插得久或甚麼 可能在背部或甚麼 你一撥就撥到 或是急著你眼睛 對 像你動一樣 還有呢 我有遇過,還好 第一次睡覺時他就… 如果那天沒甚麼病人 他可能會叫你早點離開 早半小時下班 但他也試過開錯方 開了一套紅色蜜湯給孕婦 這些是孕婦記者吃的 第二個醫生比較壞 他就很自大,經常跟病人說 我是國家級的甚麼… 病人? 而且我覺得他很不尊重別人 我曾經聽他跟病人說 你覺得牙醫很厲害嗎 牙醫沒甚麼用 只是每天對著別人把臭 不過我明白很多醫生 有這種自傲 比較好 醫師也有好又不好的 不好的就是三天、兩天都有 剛才也有說 基本的 那是普通的嗎 對,因為… 病人不生氣嗎 回家脫衣服時 糟了,還有一支針,怎麼辦 有些就習慣了 他只會到前台收錢的時候 跟你說,姑娘,我頸上有支針 你就叫他別動,你幫他做 很友善 有些有試過真的打來投訴 因為回家才發現 手、腳、背部還有 真的嗎?神經病 被我嚇死了 那怎麼辦 問他有否有事 有否關心他 而且也要跟醫師反應 你剛才這樣 對 醫師怎麼說 是嗎?他有事嗎 普通的說話,很隨便便認出船 神經病 我想問如果這樣說 是否診所的醫師質素 也真的很參差 與其說是參差 不如說是… 因為有時請了一些新的醫師回來 他們還未有客源 但本身診所裡 已經有一群老的醫師在做 對,他們有一群特定的班底 每次來就說 我指定一定要看那個醫師 對,變相新的醫師 進來後吃八果,甚麼都沒有 又熟習不到那些系統 公司便說 你沒有生意 回頭又解僱了 對,又邀請那批新的 其實就一直這樣 其實也不僅僅是雞鎮蛋 因為中醫需要經驗就特別多了 因為下手下腳做 但沒有人找他,他又怎樣搜尋 又沒有經驗,不能累積 其實症都是由姑娘安排的 對 即是看你給A或B 因為他沒看過 前提 姑娘覺得腰痠背痛 姑娘覺得感冒、感冒 姑娘覺得傷風 那你就跟他分配 對,慢慢不舒服 看看適合哪個醫生 對… 我去看看這樣 新的兒子吃八果,就會給他 是 我在想像中,我覺得是醫館 可能是電影的關係 或是以前看電視 你看到那個白紙櫃會很興奮 我覺得很漂亮 對,很漂亮 如果背後… 很厲害 或是你去收拾 以前不是很多中醫師 你進去看見白紙櫃 究竟怎樣收拾藥 你們是否第一時間 已經特寄了所有藥名 因為做了那麼長時間 大家可以說一下 讓我們猜猜是甚麼 看過有些都挺特別的 特別的名字 對,叫鳳凰衣服的衣服 孕婦不能吃 我甚麼都說孕婦不能吃 可能是剛才一半 甚麼都不吃 孕婦能吃嗎?我不知道 鳳凰衣服 我想是鳳凰木的花殼嗎 不是,衣服的衣服… 不是,我覺得是松殼 也不是松殼 是甚麼 古人想的名字很有創意 你們要用想像力才去… 鳳凰的小鳥 近類 即是雞 對 雞的毛 雞皮 不是皮 雞棺 不是… 是雞有關的嗎 雞的 雞蛋的衣服 對 雞蛋的衣服 對… 雞蛋的白色薄薄的層 那裡有醫藥成分嗎 有,有些人說可以生樽 多點口水 即是吃燒蛋 學中後不是有衣服嗎 對 越來越有用,很有趣 第二個 人中白 人中白 跟人中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但每個人都會接觸 頭髮 不是… 口水 跟人有關的 跟人有關 人的… 皮膚 不是 死皮 指甲 想不及一點 指甲分辨 口水 尼胎 是尿 尿,人的尿 為甚麼是白 它出來是白色 可能是黃的 甚麼?那些… 指是人尿 沉了,然後結出來… 結結精… 在白紙櫃裡打開 真的會有那些嗎 通常如果這些那麼噁心的東西… 不要說噁心 這些類型的藥材 通常都會… 特別有嗎 是人 不會是一種藥材 精製了 那些藥材在哪裡拿 人 大家都可以貢獻 不知道,或是童子 你是小朋友 誰知道嗎 人中白,還有呢… 夜明沙… 晚上會發光的沙 字面是否這樣解釋 夜明沙 名字很漂亮 但很噁心 是動物的東西嗎 對… 是昆蟲類的 飛的 蟑螂 不是 蝴蠅 不是 蜻蜓 蟹 晚上才出現 螢光蟲… 不是 晚上才出現的… 飛鵝 晚上才出現的飛… 對 蝙蝠 的屎 昆蟲,你不是說是昆蟲 你死了,是誰是昆蟲 不是 是死的 是蝙蝠屎 對… 吃了蝙蝠屎會死的 精製了就不死了 快乾了 做甚麼 對,人們很喜歡玩蝙蝠 好像左盆龍 左盆龍? 是 蛇屎 不是… 龜屎 不是… 盆龍,我猜到小朋友那塊 真的因為這樣改名 真的人屎嗎 不是… 狗屎 那是會飛的 鳥子… 對… 八甲 對,八甲,沒錯 八甲屎 為甚麼會叫左盆龍 說牠的屎屎 像是向左盆船的一條龍 好的 就叫左盆龍 神經病 還有呢… 有些名字好像很高級 叫五靈芝 五靈芝 是 關動物還是植物事 動物 誰是芝 但芝是脂肪的芝 動物 豬皮下面那層豬油乾了 不知道,被渣 不是 不是 老鼠 鼠雷… 鼠雷的油脂嗎 不是油脂,與油脂無關 鼠雷即是飛鼠 的甚麼 的… 又是屎嗎 對 為甚麼叫五靈芝 不知道為甚麼叫它五靈芝 我的左盆龍也有意思 對 笨笨 還有呢 吵架 吵架,我自己問 吵架是很殘忍的,但得到 對,挺殘忍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露皮經煎煮後的固體醬 那是蛤膠 但你要打它,打得皮膚腫了 然後它削生的那塊東西 即是起了出來 去修復皮膚的那塊,叫蛤膠 如果我所知的過程 如果你可以再補充這個過程 那麼可憐 我不敢看它怎樣製作 因為我知道它很殘忍 很補,然後大家都會說… 很貴 很貴,我知道很貴 假的,如果真的要是這樣的 對,還有甚麼呢 紫荷車 胎盆 胎盆 這個認識,人胎盆 人胎盆 但現在很少會用人 通常都用動物 豬胎盆 羊、豬羊 對 還有呢 地龍 地龍 地龍,優忍 你又知道 很厲害 對,我知道 牛王 解讀片 可以解讀的 牛屎 不是牛屎 牛王 跟牛屎嗎 跟… 跟牛屎 牛腰 不是 牛肥 不是 牛角 是牛的… 骨 膽結石 牛的膽結石 吃了很多年 解讀片是膽結石 對,而且你也要… 首先牛要有膽結石 我猜是牛也有膽結石 你又要檢查一下它 有嗎 你也挺流思動眾 你得到一隻牛的膽結石 對,有甚麼東西不知道 問意思 真的不知道 我小時候看到鹹竹蜂 用蜜蜂來沖水喝這件事 我已經很好 我喝過,很噁心 很噁心 但喉嚨很好,又有聲音 對喉嚨很好 我相信你們見藥材 例如鹹竹蜂 你也看到一些… 或者是蜆蜜 其實鹹竹蜂 我們拿出來的很漂亮 我拿雙手看 它的顏色… 有點彩彩 對,其實很漂亮 但不知道煮完後變成這樣 煮完,你們喜歡的 對 但你有藥材的蟲 但聽說也要捉蟲 要捉真蟲 因為中藥的時候也會有蟲 是真的嗎 有,有很多蟲 例如是怎樣 蟑螂就是基本 小蟑蟲 對,我們多數怎樣處理呢 會遇到很多蟑蟲 不是一、兩隻,而是一堆 只有一隻,就會發現一堆 我們會把蟑螂倒出來 放在紙上 照燈,牠們會燙死 然後再過篩,篩走屍體 之後再溶 還有甚麼蟲 是否有些照片給我們看 有… 對,有些肥蟲 對,這些… 甚麼是肥蟲 好像…蜜皮蟲 這麼大跳 會動的… 會動的,當時很新鮮 這麼大跳 這些應該已經成精了 日漬月累,吃了那麼多 在甚麼藥裡會有這些蟲 不能說是哪些藥 因為基本上你能吃的藥都是… 牠是怎樣來的 牠會變成甚麼 牠是從甚麼而來的 就是蟑螂 你不知道牠是怎樣來的 甚麼蟲 突然出現 或者在植物中藥 曬乾之前已經有蟲的蟑螂 乾了之後,蟑螂還未孵化 孵化出來就有食物 可能是有時供應商離貨 因為有時有蟲不一定保養得不好 或者是存放問題 離放已經有了 移民過來 對,但護士要做的 就是要看清楚,要篩走牠 否則放進櫃子 就一起吃東西 這隻肥蟲挺胖的 對 還有呢 這個,也是甲蟲 這個嗎 但說的是牠整個家族 我不只清一個箱,我清兩個箱 是 後面這個是… 這個有甚麼 是矮的 回到工作也在衣服上看見 在你的手上看見 這個… 牠都爬上來嗎 對,無緣無故在桌上賺錢的時候 在病人那裡爬過 是 你真是崩潰 對,因為始終在那裡工作 那牠儲存得很好 因為通常去中醫館或藥財店 你看到冷氣不太大 這樣很容易會吐到 香港潮濕的天氣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長期會開抽濕機 對,或冷氣一定會開很冷 因為一旦熱,外面… 浮吐蟲 對… 又會濕 真的 會開很冷 我們一定會穿著褲子 很冷 我只是說大量的藥財店 冷氣不太冷 對 藥財店裡的藥財 豈不是很容易會有這些蟲 其他那些?我不知道 可能牠們很勤力地檢查那些櫃 對 但不,我看過一些舊式的藥財店 其實那個很適合我 看就知道你用了幾十年 對 跟藥財一樣那麼老 我不是說那些一定是骯髒的 你看到那些桶 也很容易會積穿蟲 好,我們先放蟲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